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六十五篇是《大衛的詩》 這一段經文非常有名 我們也常常在歲末年中的時候拿來互相勉勵 但是這一段經文不只是在年中的時候可以讀 我們平常都可以好好的來欣賞這一段詩 詩都用特別的描繪從這些描繪當中讓我們自己去體會 大衛說你這個你指的是神 以恩典為我連歲的冠冕 連歲指的就是日子 我們每天所過的日子的累積 就是我們連歲 他說神以恩典作為我們連歲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低下自由 這一段詩在描繪的是神對他的子民豐富的賞賜 說在神為我們鋪排的路径上頭 自由代表的就是豐盛 會有很豐盛的賞賜 他說這些自由不只在他的路径上 這些自由要滴在曠野的草場上 背景是在佳南地他們所養的主要以羊為主 羊需要吃草 在曠野的草場中指著就是羊群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的地方 他說在這個羊需要餵養的地方 曠野的草場上他的自由滴滿在這個草場上 自由就是豐盛的意思 也就是說這些草場是豐盛的羊群是肥美的 有一句話叫做草場就羊肥馬狀 這些牧羊的人最需要的就是有非常豐盛 非常又潤又長的草來餵養這些羊群 他用一個詩人用一個非常生動的描繪 就是當神的豐盛的誓語給他的子民的時候 這些子民就感覺這個小山多歡樂起來了 詩都是用形容來描繪的 非常生動 我們可以想像說一座小山 然後呢 竖了一條腰帶 為什麼他竖了一個腰帶 就是他非常的歡樂的 幾乎要跳起來 要舞蹈起來 以這樣的一個形容 他說草場上以羊群為一 草場上以羊群為一 一個非常特殊的描繪 羊的色澤 在當地的色澤 主要是白的 在綠色的草場上 滿滿的羊群 堆在這個草場上 走動 尋覓他們的飲食 從上面的角度看上去 就好像這一個綠草地上頭 有白色的衣服穿在這上面 古中也長滿了五穀 這一切都歡呼歌唱 很美的一首詩 這首詩在歌頌神豐盛的賞釋 晚上小弟要跟弟兄姐妹們勉勵的是 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神所賞釋給人的日子 特別是他的子民 隨著日子的推移 會有榮耀的冠冕 而這個冠冕是什麼 這個冠冕就是神的恩典 就物質上來看 冠就是 戴在頭上的冠 冠 它不是一般的帽子 所謂的冠冕 一般是做官的人戴的 皇帝戴的 做官的人戴的 或者是受獎的人 或者是給予特殊的待遇的人 所以冠冕是一個榮耀 詩人描述說 隨著歲月的推移 在我們的日子裡頭 他說 別人會看到 在我們的頭上 有冠冕 戴在我們的頭上 而這個冠冕是什麼 他說 這個冠冕 就是神所賞釋的恩典 恩典 的確是 為神子民的人 一生當中 最耀眼的榮耀 到了新約時代 這個詩是在救約的時候 到了新約時代 主來成就 他的救恩 我們今天所領受的 是基督所帶給 我們的恩典 基督來為我們捨死 然後帶給我們恩典 他應允給我們什麼 這樣的道理 在聖經當中 我們平常講到的時候 時常提到 神應允我們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來世的永生 第二件事情 就是還未到未來的來世的時候 我們在世上的時候 他賜給我們平安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說 神愛世人 然後他拆派他的獨生子 來成就這個救恩 就是要將永生賜給相信他的人 耶穌要離開世界之前 他特別的答應就是我去了 為你們預備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你們跟隨我的 信靠我的 都要去 他又說 我是給你們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不跟你們在一起了 但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這個平安 跟世人所說的平安 不太一樣 你們不要憂慮 不要懼怕 這是神的應允 神的賞識 我們這樣子相信 今天晚上我們要 從另外一個角度 當神的應允 給我們這些的時候 就人的角度 聖經有一個地方 又有一個描述 這個描述 描述非常的貼切 也就是說從人的角度 從神的角度說 我是你永生 我是你平安 當神是我們永生 是我們平安的時候 我們能得到什麼 我們能追求 然後得到什麼 神白白賜給我們這些 我們得到是什麼 我們來看 詩篇的十六篇 詩篇的十六篇 十一節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那 小弟用這一段經文 來讓大家體會 雖然這個是詩篇的 一句詩文 他提到 神一定會將生命的道指示 給我們 而這生命的道 在基督來了 為我們成全了以後 他的子民都要得到 他說他只是我們 那我們得到的是什麼 就是在主的面前有滿足的 我們有滿足的喜樂 然後呢 在主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我們得到的是兩個 兩個樂 兩個樂 這是今天晚上 小弟要跟大家 來互相美麗 以及做見證 的一個中心 永遠的福樂 也就是我們的來生 我們的靈魂永生的恩典 詩人說 神以恩典 為我們連歲的冠冕 這個恩典 到底是什麼 所以基督來了以後 這個恩典的第一項 就是我們 會有永遠的福樂 當我們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我們是擁有這樣的活潑的盼望 永遠的福樂 靈魂永生的恩典 我們來看 彼得前書第一章 彼得前書第一章的第三節 第一章的第三節 第一章的第三節 可以打出來 願聖戰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祂曾造自己的大憐憫 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從生了我們 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 不能玷污 不能摔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祭願 你們這陰性蒙神 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著所預備 到牧師要顯現的救恩 這個永遠的福樂是在未來 是在我們離開這個世界以後 說有一個 留存在天上的基業 為我們預備著 而這樣的一個基業 它是不能朽壞 不能玷污 不能摔殘 主為我們留存的 而這個呢 就是在牧師要顯現的救恩 特別為蒙神 能力保守的人 所預備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得的 這個基業 而這個基業呢 在我們離世 離開這個世界以後 神經說 當主再度降臨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大審判 還在世的人要改變 已經死的人要復活 那時候有一個審判 那個審判裡面 就要斷定 誰是可以進入去享受 這個天上基業的福樂 誰是不能的 甚至是被做永遠的刑罰 所以在啟示錄21章 就描述了 新天新地的一個景況 這個景況就是 神應於我們 也是我們 必要從主那個地方得的恩典 就是永遠與神同在的新天新地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啟示錄的21章 啟示錄21章的第7節 21章的第7節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惟業》 我要做祂的神 祂要做我的兒子 唯有膽怯的 不信的 可征的 殺人的 淫亂的 行邪術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說謊話的 他們的糞 他們的糞 就在燒著 硫磺的火壺裡 這是第二次的死 然後 這些 得勝的 就是要 得到這些祭業 然後 要做神的兒子 並且呢 與神同在 我們今天晚上 這個在四篇 二十一篇 裡面 對這樣的一個 新天新地 有非常多的一個描述 第二個 就是 我們在世的時候 我們講說 神要 耶穌說我賜給你們平安 祂說我的平安是 不憂不懼 但是就我們 什麼叫做不憂不懼 就我們信主的人 我們要追求 而且神要 賜給我們 就像詩篇說的 是要賜給我們 滿足的喜樂 這個滿足的喜樂 來自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 神的眷顧 我們心靈的平安 我們來看兩段經文 我們看詩篇的一百零三篇 詩篇一百零三篇 第三節 一百零三篇的第三節 我們來看看 保證 祂賜給你的一切罪孽 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祂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 以仍耐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他有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因烦恼环统 这也是大卫的诗 他也在描述说 一个蒙神恩典蒙神恩惠的人 神照顾他 在很多需要遇到困难 很多需要病痛的时候 神医治他 然后他要用很多的 以他的人爱跟慈悲为冠冕 然后赐给我们心灵的平安 就像耶稣他的这个交代 第二就是当我们还在试的时候 不只是免于神所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 让我们心灵有平安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试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足的里头追求 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 这个生命不一样 就圣经说他要赏赐给我们的 是丰满的恩典 他要让他的羊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今天晚上我要做一个见证 上个礼拜 我跟我太太到台南 是去探访我的岳父 我的岳父九十九岁了 感谢主 但是落体已经衰落 所以必须握床在床上 但是脑筋还很清楚 讲话不太有力气 但是非常的清楚 我们感谢主 我们一起祷告 回去看他 这一次去台南 我听到两个见证 心里非常感动 所以今天晚上我才要 跟弟兄姐妹们 来谈这个题目 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这个见证 是开源和敏慧姐妹的见证 我特别请人问他 因为我没有见到他 他我认识 但是这一次没有见到 问他我能不能把他的见证 来跟大家说 他说感谢主非常乐意 主的恩典应该要传扬 归隆要给神 和姐妹其实 我们台北也有一些人认识她 她现在住在开源 一生当中做生意 照顾家庭 非常忙碌 有成功有失败 其实也有很辛苦的 这个阶段 在去年 十一月的时候 他验出 他有膀胱的 二性肿瘤 膀胱的二性肿瘤 的一个特性就是 你可以把它刮除 但是呢 它会又长出来 有的是很快就长出来 有的是一阵子才会长出来 所以要再做各种的治疗 所以大概每三个月 检查一次 那几乎每一次检查的时候 都必须再刮除 受很多的苦 所以就做了几次的这个 本来是三个月一次 后来呢 两个月一次 很辛苦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就今年的春季领恩会之前 那一次呢 又验出 又有一个新的肿瘤 又长出来了 但是这一次呢 还没有那么大 0.6公分 医生呢 就准备说 再稍微等一下安排 要再刮除 开眼教会是在四月份 四月底的时候 这个 联恩布道会 布道会的时候 我们回忆一下 今年春季的时候 布道会是可以正常举行的 所以都有四班限师 他们的妇女团契的四班呢 都是在 每年都固定在礼拜五晚上 限师 开眼教会妇女团契 大概应该十几位 二十位左右 都非常认真的唱师 但是我看都是阿嬷 就是 十几个 大概十几个 做阿嬷的 或者是 四分之三以上都是 至少做打架 然后就做婆婆 但是都很认真的练唱 和姐妹呢 也是虽然在病痛当中 也是师班的一员 这一次呢 这一次呢 指挥除了唱了两首 赞美诗 又选了一首诗 其实这一首诗是特别为 知道和姐妹的状况 特别选了一首诗叫做 《一字的爱》 《一帝的爱》 《一字的爱》 《一旳的爱》 《一天师的爱》 他说你来读唱 第二段的时候你来读唱 何姐妹说我大概不行 我会哭 因为 这首诗歌所描述的 跟他的遭遇太像了 但是的指挥一直鼓励他 后来他接受了 他说如果能够把对神的这种颂战 把他唱出来 他会尽能力把他唱出来 他们总共练了十次 礼拜五晚上的布导会 开人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说 他们没有听过这么感人的诗歌 虽然每年两次诗班的这个现唱 就是这些人唱 但当天晚上全场动容 当第二段 这一个何姐妹独唱 他们有录影 这个录影 因为是比较远远的录影 所以诗班在前面 我看我太太是 留着泪看这一段录影 何姐妹唱的时候 非常的激动 但是呢 他还是努力把它唱完 所有的诗班的班员 听他几乎是颤抖的声音 非常感动的这个声音 所以大家也都受感动 唱出了 他平常唱不出这样的一个声音来 颂詹神的声音 底下的弟兄姐妹也非常的感动 下来以后 三会的时候 弟兄姐妹讲 哇 今天晚上四哥唱得真好 何姐妹说对不起 她没有唱好 因为她太激动了 她就见证说 当我第一句唱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从我的下腹部 是滚烫的热 然后呢一直呢 往上 一直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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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在这个非常热的当中 她几乎 她本来几乎想说 唱不下去了 但是主啊 你一定要让我唱完 所以她就 把 用尽自己的这个力量呢 把这个诗歌唱完了 不倒会之后 刚好她又 因为医生要安排 是不是要再做刮处的这个手术 在五月份 四月底嘛 大概是四月最后的礼拜 五月初去这个在检查的时候 照出来医生跟她讲说 奇怪 肿瘤不见了 只留下一个红点 只留下一个红点 那就不用挂鼠了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挂 这个何姐妹也觉得 太感谢主了 甚至讲怎么会这样 不见了 不见了 那医生就讲说 那再等 一般是六个月嘛 就是说 再 下一 再来照一次 所以在今年十月 也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呢 又去 又去做一次彻底的检查 红点 连红点都没有了 开元教会的弟兄姐妹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 但是我要说的不是 我们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 神让何姐妹 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也借着在众人面前的现实 这个过程 把这样的一个恩典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 但是我要说的是背后 何姐妹 在她呢 也差不多六十岁了 在一生当中 我们就看到她 从信主 经历很多的苦难 但是保守在主的里面 这些苦难不但没有打倒她 只因为她信神 她对神有坚定的信仰 她当然对过去所受的苦 一开始是埋怨的 后来她不埋怨了 都不埋怨 就是这一次的病痛 她完全不埋怨 她接受 她用一颗喜乐的心 来面对她的病痛 她用喜乐的心 她认为这个喜乐是神给她的 因为她追求神就给她 她的领受 就是这个喜乐才是她 真正的恩典 是她的冠冕 所以这一次的病痛当中 弟兄姐妹后来都讲 都没有听到何姐妹的 一生的厌缘 她只是 如果 医疗上应该怎么处理 就是怎么处理 但是把她交托给神 当指挥要她 唱诗的时候 她一开始只是觉得 自己的能力不过 或者是撑不住 那个场面 因为她一定会哭 但是她祷告以后 她接受了 她认为 如果 还有机会 可以为神 来 这个 送赞 来归荣耀给神的话 她能做的 她就要做 她很开朗的 对弟兄姐妹们说 她都准备好了 因为她这个病 既然有这样的病 就尽人的力量 去医治 但是把她交托给神 她说她 已经不把她 放在心上 她就是用这样的心态 来面对她的困难 面对她的病痛 所以这一次 神特别给她体验 0.6 而且这个不是初次发现 是已经割除了几次 所以那样的一个检查 是不会错误的 同样的部位 又长出来了 0.6 在那一次 现世以后 她体会 特别的灵敏 而且真实 是在唱诗的时候 那种热流 然后呢 再检查 红点 红点再检查 消失了 心中满是恩典 就是冠冕 因为交托 所以能够无忧无虑 因为无忧无虑 所以神就再把恩典 再赐给她 其实这个就是 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的最佳的权势 喜乐当然不是药 但是喜乐的心 会让神的恩典 再成为我们连岁的冠冕 第二个见证 在南部有一位我所熟悉的长老 这次要下台南的时候 本来我跟我太太在家里 还在谈 这位长老跟她的女儿 我们两位同时在关切 她的这一位女儿 因为几年前我们听说她 这个女儿癌症 偈尘的女儿 大概是有没有 她的女儿 没有 她的她的女儿 也没有 雪明的女儿 就她的女儿 现在怎么了 是不是好了 他跟我说 上个月安息了 在美国 我们都很不舍 还很年轻 四十几岁 我就跟我太太说 父母一定非常伤心 我们会想念这个姐妹是 这个姐妹非常优秀 有一次我到巴黎的时候 在机场碰到她 当时她还非常年轻 但是已经在公司 负责很大的 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去出差 在机场碰面 所以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但是我从 这个告诉我这个消息的 直视的口中 都能得到很大的安慰 就是 这位长老跟长老娘 这样来面对 这样的打击 对他们来讲 真的是一个优秀的女儿 真的是一个优秀的女儿 在还年轻的时候 就得病 就离世 就安息了 就彻底下 这位牢 一定是不舍 但是 这位长老 他知道 一切有神的美意 这位知识告诉我说 张老跟张老梁 主给他们安慰 所以他们非常的贪婪 来面对 没有一句怨言 只是如果在家里头 就会难免就会触景伤情 所以他们常常出去旅行 到外面去走一走 让心情更加的舒畅 但是每一个跟他接触的人 都从他的身上 他的口中得到安慰 别人要安慰他 他反过来安慰别人 而且不是假装的 不是故作坚强的 是发自肺腑 从以神的道理 他们真正的领受 真正的交托 愿意接受神所做的任何的安排 这只是指质量 告诉我说 他们看到的他是喜乐的 我很说安慰 这就是以恩典为连税的冠冕 这就是我们信主的人 如果我们信主的人 要跟不信主的人 领受神的恩典的人 要跟没领受神的恩典的人 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我们不是说 我们要天天面对这样的一个辛苦 而是从心里头 我们追求的是满足的喜乐 而不只是没有意外的平安 或者是没有忧愁 没有恐惧的平安 而是从心里头 因为有主 所以是喜乐的 喜乐一定来自于感恩 喜乐一定来自于知足 喜乐一定是用正面去看事情 喜乐是因为可以交头 我们要得到主的这个恩典 其实得到主的恩典 是有一定的方法的 神有神的法则 得神的恩典 不管是救赎的恩典 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上 得主照顾的恩典 或者是我们从心里上 得到神给我们安慰 神给我们 让我们 对 凡事 能够 这个 喜乐 那个原则都是一样的 这个原则就是 本乎恩 赢者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得救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这一段经文非常的深入浅出 这一段经文非常的深入浅出 我们要得神的恩 下面这一节说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不是我们努力要得就可以得到的 不是看我们做多少才得到这个恩 不是 神的法则是 这样的恩典 这样的救赎 是他赐予的 是本乎恩 就是出于他的恩待 出于他的恩惠 但是要因着信 这是两个 一个是神的恩是他要给你 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要接受 神的恩典 神愿意 人人都得救 神愿意把他的恩典给很多的人 但是得到恩典的人并不多 是因为本乎恩 但是人要接受他 要因着信 有一个比喻是这样子 就是说 有一个人 溺水了 就是在 不管在海里头 在河湖里头 溺水了 岸上的人要救他 可能有三个状况 一个状况是 岸上的人跳下去 尽收了力量 把他拖上来 那个人无人为力 要完全靠岸上的这一个人 下去救他 把他 这个救上来 第二个状况是 岸上的人 鼓励他说 你要赶快游 你要赶快游 赶快 就快 加油 赶快上来 就是要靠他 他自己去努力 他能不能得救 能不能上来 是靠他的人 努力 上面的人 只是在那边 跟他 鼓励 跟他护药 告诉他方法 你现在要抓住哪里 你这边 抓住哪里 要靠他 第三个方法 是岸上的人 丢了一个救生圈给他 这个人要去抓那个救生圈 这个救生圈 抓住了以后 那个人没有力量 他的唯一的力量 就是抓住那个救生圈 但是岸上的人 拼尽所有力量 把他拉到岸上来 大概有这三个状况 本父恩 因者信 就是类似第三个状况 神把救生圈 把这个恩典 跟我们明示 把这个恩典 他该做的 他所准备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 丢给人 但是人要去抓住他 只要愿意抓住他 你只要抓住他 其他的 就是岸上的 把你救上来了 所以圣经才说 虽然 这个恩典 这个救赎 或者神要受的恩典 是神给我们的 是神捡选我们的 神愿意 监献很多人 但是 你要信 你要悔改 你要遵行 神所 交代我们的话语 最后才得救 在那审判的日子 我们才是全然得救了 所以 这个法则就是 本乎恩 因着信 所以 能够在 主的道路上 我们都明白这些事情 但是 怎样子 在我们 很多转换 人生的转换的时候 很多的遭遇的时候 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 每个人从神这边 所领受的 跟神所看到的我们都不一样 我今天晚上的这两个见证 是鼓励我自己 勉励我自己 也勉励我们大家 我们一起来追求 是这种 满足的喜乐 追求那个永远的福乐 这就是我们 连税的冠冕 随着我们的连税 我们的日子的 这个增长 这个恩典是要更加 耀眼才是 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这边说 所以我们不上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 心事一天 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除了信 我从和姐妹的身上 有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当我们知道 谢恩的时候 知道感谢神的时候 能够凡事谢恩的时候 就会为我们开启 更多的恩典 就像 铁撒诺迪迦前书 五章这边写的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 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 就是说 耶稣基督 希望我们这样子做 他 期待我们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 他的恩典就越多 凡事谢恩 知道 一次又一次的 不管是心中的喜乐 不管是 这个意外的平安 不管是 在很危急的时候 祷告 心中所得到的安慰 一次又一次的 多用感谢的来 来面对 那么所得到的恩典 就会越多 就像那 十个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 得麻风 受医治的十个人当中 只有十个受医治的 大麻风的人 当中唯有其中的一个 撒玛利亚人 回来向主耶稣谢恩 其他那九个 就是落体好的 但是没有办法 门搜神 要给他说 你的信救了你 不只是 落体 得医治 灵魂 这个得救赎 那个回来 谢恩的人才有 所以这个 也要成为我们的 勉励 我在准备 这个奖章的时候 是想到 我们明天有敬老会 我们人的年岁 一天一天的挣扎 我们 要祈求 神的恩典 是越来越多 因为这是神的 答应 随着连岁的挣扎 然后呢 这个恩典 要成为我们的冠冕 我们把这句话 放在心中 我们这样子祈求 晚上健身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唱诗 94首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